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开始拆 因为不需要再复原了 所以螺丝的位置也不用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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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顶盖已经拆下去了 看这里边机构还是挺复杂的 之前看过一位爱好者 他把这个拆开后 说这个110ED是弹簧对焦的 现在还看不见里边 拆开之后看一看 这个是对焦的推杆 这是光串的推杆 嗯 更多 好 我做了一碟 。 好 adesso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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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110型号的相机光圈大部分都在镜头的前面 前面把眼睛切下来了 前面是光圈和快门 还得进一步拆卸 比较好 你还可以直接的 好 你还可以在哪里 是 你还可以在哪里 你还可以在哪里 我已经在专业直视力热闹了 现在还是挺漂亮的 F2.0的大光圈 可以看到右边是一块电磁铁 应该是用来控制快门开启时间的 第一个人就是一块电磁铁的耳铁铁 后面是一个防止的 道法 再拿取一框 把桃子切好了 把桃子切好了 için teşekkür ederim. 好 冰箱 里边确实有一个弹簧 但这个弹簧跟对焦没有太大关系 它可能是用来让你更方便的复位 对焦其实就是一个滑杆 然后通过这个滑杆来变换镜头的距离 实现对焦 这个滑杆来变换镜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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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在无限远的话就有点可惜了 最好能实现对焦功能 但是滑杆机构转接的话应该也用不上 它是在这个夹层里面前后移动 有一个固定的小卡位 先不管这些了 看看能不能把它的另外一部分拆下来 看看是否能利用一下 我在拆另外一部分的时候拆坏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利用了 那么我想了一个解决办法 那么我想了一个解决办法 既然我用的是L39转奶C的转接环 那么我就买了一个L39的镜头盖 镜头这个应该是机身盖一套的 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一个对焦的功能 这是一个塑料的L39的镜头前后盖 镜头盖和机身盖 买了一个塑料的是因为加工起来会方便一些 实际上这个螺纹跟这个转接环的螺纹不是太贴合 有一定的矿量 现在开始在上面打个孔 由于这个镜头有一个凹槽 不太利于这个转接后的定位 所以我用了一个可塑黏土吧 然后把这个凹槽给它添上 这个预热水呢它会变软 然后呢就可以弄出你小样的形状 然后冷却之后呢它就会变硬 现在卡在里边呢 卡在里边 后来在安装的时候这个塑料的强度不太够啊 被撑破了 所以后来我又换了一个金属的 金属的这个L39集成盖 这会安装在里边呢比较合适 调整好位置以后我用AB胶把它固定 站牢 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个相机的名牌 还有这个相机的编号的这个名牌 都被我拆下来了 我想安装在这个转接后的镜头上 给它一个身份标识吧 AB胶干起来呢也非常快 所以要提前定位好 全部抹上以后呢可以再细微的调整一下 如果完全干了以后呢就没办法再调整 这转接环打出来这个洞以后呢 这个厚度大概是两毫米左右 为了这个更加固定吧 我用一个就是之前没有成功利用的那个镜头对焦凹槽 把它也通过AB胶粘在后边 加以固定 这是相机的一个编号名牌 把它掰弯适合这个转接环的这个曲率 然后把它粘在上面 然后把它粘在上面 正好用来对焦 就是一个对焦扳手吧 调整好位置以后呢 它这个也不会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会卡在这个转接环上 不会说让这个转接环掉在里面 损坏这个机身的那个CMOS 损坏这个机身的那个CMOS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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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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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把这个名牌也照上去 这基本就完成了 好 转接在机身上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 下面我们去拍摄一些样片 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 可以看到这个图像质量还是不错的 全部照片呢 都是由最大光圈拍摄的 因为这个对焦机构呢 是这个通过两个螺纹 所以它的这个最近对焦距离呢 变得更近了 提升了这个镜头的这个最近对焦距离 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之前要转接过来的那个逛圈机构呢 缩到5.6一下就会有明显的按角 所以就没有转接 按角呢 还是有一些 它可以接受 比按角更不能接受的呢 是四周的这个画质下降 因为毕竟是110 这个型号的镜头 所以成像圈呢 没有那么大 但是正是这四角的这个模糊的这种感觉 营造了特殊的一种氛围吧 这种氛围的这种氛围的这种氛围 好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 再见